譬如說要解方程 你看到這兩塊東西都成了 是等於四 是否代表這塊東西等於四又可以 或者這塊東西等於四又可以 然後再計算下去 其實是不可以的 因為我們現在要滿足的是這條石 滿足這條石 即是我要確保這東西 這兩塊東西成了是等於四 現在你說我要保證這個東西是等於四 之外令到這個是四 但這個是四的話 再乘另外一塊東西 它們會等於四嗎 你這東西是保證不到的 是的 這個是四 再乘一塊東西 不代表這塊是四 是的 好 如果這個東西是零就不同 如果這個東西是零 我改了它就是這樣 如果我想這兩個乘是零 只需要我令到這個東西是零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這個東西是零的話 這個東西是零 零乘以什麼都會是零 那我就可以保證到原先的零 這裡是零 是滿足的 但現在這個是四 不代表乘出來是四 所以是不可以的 即是你不可以這樣 這樣這個是四 這個是四 那個是四 這樣是不可以的 那怎樣做呢 遇到這樣 沒有的 你是乘回它 就是這個 乘回它 變回這個 然後負三加二是負一 然後負三乘二是負六 這樣 這樣 然後把這個 剩下來 是的 變成這樣 好 接著你就嘗試因績分解 好 譬如說這個是二五 可以嗎 不行 不行 不二五的話 可能是一同十 發佈是不可以的 好 那不行的話 不要緊的 那你就用回公式法 對了 用回公式法 好 對了 這樣 代算數 好 這個 B是這個 好 C是這個 B是這個 好 C是這個 B是這個 A是1 好 接著 這樣 好 好 好 這樣 好 好 這裡是 40 好 於是就再等 40人 這樣 對了